我不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看的圖鑑呢 是一部關於愛恨情仇 呃有很像嗎 應該還好吧 不管到時候再看看 錄影的這個聲音到底怎麼樣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一隻技能改動完之後 一代版本一代神的據點戰角色 這隻角色的用途十分的單一 但也單一的強大 基本上不可能在高端 據點戰看不到的四星神角 火槍手 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入素質的部分 體力9225後段班 也是大部分槍手原本上不了場面的原因 體質太軟加上類型過度偏於打手 沒有什麼自保能力導致要生存犧牲太多的傷害 要傷害直接出局的問題 即便是高端玩家的符文 也可能會出現給他不如給其他角色的情形 攻擊力758中段班 中規中矩的攻擊力 要說痛嘛也不會痛到哪裡 但要說不痛嘛 還是能加減有點輸出的 防禦力是中後段班的604 體力低防禦低幾乎沒有什麼生存能力 好在他的腿長人機合一有著一模一樣的這個112的前段班速度 雖然說高激速但就是缺乏一個給他神服的理由囉 但這個理由在上次技能改動完之後加了進來 除了1技能小幅度的傷害量上升以外 3技能被動改成破防兩回合 我們一直提到的 有速度隊長就有60分 原本火狗頭的速度隊長被下修到了19% 雖然改成痊癒速度隊長 但火狗頭在其他的場合下也沒有什麼機會上場 取而代之的則是火槍手新增了24%的公會戰速度隊長 要知道天下武功 無堅不吹 微快不破 尤其在高手過招下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光雷帝 暗代理的33%公會速度隊長的 火槍手的24% 成了公會戰當中最高的速度隊長 本身的高基礎速度也受到許多玩家的喜愛 成為了取代火狗頭的存在囉 好了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的技能組吧 1技能 Bew Bew一槍造成450%攻擊力的傷害係數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係數提高到了 幾乎是全魔靈之最的45% 來到了652.5% 火槍手的1技能吃滿之後的傷害量增幅 是我介紹到目前為止的圖鑑系列當中 增幅最高的來到了45% 大部分都在25% 30% 最多到35%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並且他的傷害無視所有的減傷效果 這邊稍微小提一點 無敵狀態算是減傷效果喔 他的效果是將所有的傷害量減少至0 言下之意他的1技能是可以打穿無敵的 2技能 蹲得越久 腳越麻 蹲得越久 打越痛 當他受到敵人攻擊時喔 敵人的未命中機率會提高到70% 並且下一次攻擊時會造成傷害量將會增加200% CD5回合吃滿技能之後來到CD2回合 極短CD外喔 注意用字 他是增加200%不是變為200% 也就是說他的傷害量是直接變成原本的3倍 最後3技能 來對決吧 輪到他行動時喔 將會對體力比率最低的魔靈造成破防2回合 這個技能讓他的2技能瞄準狀態下喔 爬起來不用有加攻 基本上有破防一槍就是25000起跳 攻擊高一點要達到30000 也是十分輕鬆的事情 可以再稍微小提另外一點喔 如果體力比率都一樣的話呢 他會選擇體力值最低的魔靈破防 最後呢 隊長技能是已經介紹過的24%工會速度隊長 也是讓他登上榮耀的原因 瞄準狀態下搭配被動技能基本上就是輸出的保證 讓他可以多分一點神去撐生存 畢竟這個角色喔 真的不怎麼硬 當然瞄準狀態有70%的未命中機率 也是讓對面在對他輸出時多了一些不穩定性 也可以利用這一點 隊友放上風強打對面只要帶水屬性就要頂著隊友的壓力 對面如果不帶水屬性就要頂著槍手的壓力 也大幅增加了對方的進攻不確定性 符文的部分呢 暴走符文會讓他變得非常的可怕 有機會直接2接1開場秒收頭 兩件套的部分則可以考慮使用刀刃符文減少爆率的素質壓力 符文如果好一點的話可以像這邊一樣直接選擇意志 因為他的生存能力不佳 如果在還沒進入瞄準狀態下被破防基本上就可以快速登出了 素質的部分呢 速、傷、攻、附屬爆率、速度、命中、體力為主 他的傷害量可以靠著瞄準來大幅拉伸 撐一點體力不要讓他軟過頭 且這樣加個率字1萬到1萬5左右 讓他可以兼顧些許的生存 命中則是他的被動技能需要 但由於免疫當道加上他只有3技能需要命中率 不需要撐得太多喔 30到40左右即可 剩下的可以靠魔礦再多撐個10到15點 身為打手 暴率基本上不用討論 而現在版本下暴率70其實已經很略顯不足了 建議至少可以撐到80到85甚至能百爆更好 甚至啦 大家如果手邊有很神的暴率4號符文 可以直接拼百爆也是很棒的選擇 6號魔礦撐攻擊不撐體力有一個原因 因為他本身的基礎體力真的不高 而且他的被動技能就有上衛命中 如果今天他不小心被打到或被破防的狀況下打到的話 這個魔靈呢 只要沒有衛命中 他登出的機會也會很高 並不缺那63%的6號體力 不如多撐一點攻擊力 他的高激素拼開場直接秒殺效率會更高 魔礦的部分呢 1技能增傷 3技能命中是他最基本需要的 他也是少數完全不用考慮其他技能增傷的角色 算是比較不搶魔礦的角色之一 另外呢 可以給他暴擊減傷或者是屬性減傷 加上血量越少 攻擊速度越高 或者是隨著血量增加暴擊傷害 讓他在殘血時喔 搞不好一個暴走就直接收一顆頭了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在公會戰的實際應用吧 那這邊呢 我挑選的是這個 全球服的巨點戰決賽場 SWH Again跟Malicious的這個巨點戰 然後我們去觀察他們的隊伍 會發現喔 幾乎每個隊伍無論是原4的這個巨點呢 4星巨點還是5星正常的巨點喔 都會看得到這個火槍手的登場 就是因為第一個 他是24%速度隊長 這一點來講啊 對他來講真的是太大的優勢了 那第二點呢 就是 如果他裝了暴走啊 在這個不確定因素下 只要搭配一個消狀態的角色 包含像是這個我沒有的光魔劍啊 或者是這個坦摩隊用這個光人魚喔 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只要這個火槍手在場上 他隨時的暴走就有機會直接秒掉對面 像如果他不小心暴走個兩次 開場2技 暴走動一次 先狙一槍 如果他再暴走的話呢 暴走兩次嘛 他會變成狙擊狀態 只要他有狙擊狀態的情況下呢 搭配一個光人魚可能就很難收得掉他了 畢竟本身就會有降命中率了 光人魚又有全場降命中率 或者是像這邊喔 直接走中一波流 那或者是搭配 封槍手本身也有未命中的這個能力 然後他的這個被動技能也是一樣 未命中就會拉滿攻條 基本上任何的隊伍都會看到 其實都會有一個很主要的風屬性輸出 來跟他做搭配 那最後這邊我也試著嘗試用 我有看到的隊伍來做一個演繹 當然啦 大部分比較常見的 這個光魔劍跟光人魚我沒有辦法表演 所以 對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不用封擊 因為我想要演繹一個對面的這個 風化博 對面的硝狀態導致 是動的比我們快的話呢 就會遇到這種狀況 雖然我這場最後還是贏了 不過 只要對面的 因為我的火箱手在一般狀況下 他的體力很低 如果他體力再高一點點的話 其實在最後這個地方我的火龍有可能 他多一個暴走 我的火龍就直接登出 或者是如果光得血量再多撐一點點 或是少一顆毒的話 我火龍可能就會直接被磨死了 那另外一隊呢 是剛剛有看到的 火槍手搭配瘋鬼再加上光人魚 但我沒有光人魚 我們就稍微塗個藍色染料 使用水人魚做個代替喔 當然隊伍強度是不能比的 那大家這個量也可以注意到 就是我們的瘋熊 即便現在他放了加防 等他被破防之後一槍打下來 還是非常非常的痛的 尤其如果對面喔 有沒有差一點 我的這個瘋熊 如果對面的這個瘋鬼先動 或是火槍手再暴走一次 我的瘋熊就直接登出了 那這一場就會變得很危險 在對面有光人魚 記得記得要把那隻水人魚當成光人魚 在對面有光人魚的情況下 我們這場就變得非常危險 而且在整隊都是高速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要今天先收火槍手 在有光人魚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開場直接秒掉他 進入狙擊模式就有可能直接反打 那如果我今天先收瘋鬼打到殘血 也有可能瘋鬼直接一個被動爆發 直接帶走我們 那另外一隊呢 是剛才最後有看到的 火槍手瘋夫人跟火鳳這個隊伍 必須說喔 這個隊伍在有瘋極力一波流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不難打 因為這個瘋夫人頂多就是開場 直接去暈掉這個水海盜 但因為瘋極力可以直接去解場 但如果今天是用坦隊進攻 那就另外一個故事了 因為在據點上每個人的包包深度有限 而且大部分的玩家 即便是老玩家 也會是練坦魔隊居多 因為打得越穩越好 而非一波流 所以在這個 如果你整個據點 五個都是同樣的隊伍 或者是重複打 重複打了好幾回合之後 你的包包的深度被用得差不多後 你剩下的陣容應該會坦隊居多 而這個隊伍呢 在面對坦隊的時候 因為對面有瘋夫人的時候 我們可能帶一個水坦 可以完全無視瘋夫人的控場沒問題 但火槍手的被動則會一直給我們的 這個風屬性魔靈壓力 那我們的水屬性魔靈 就有可能會被瘋夫人一個暴走 直接收掉 那剩下風屬性魔靈 面對兩個火打手來講 翻車率也是蠻高的 整體上來說 他是一個因為隊長技能而受重用的角色 他與火狗頭相比 火狗頭的殘局更為煩人 但火槍手的爆發更加的可怕 在頂尖的對決當中 火狗頭是穩定的輸出 但對於高端玩家來說 基本上他們的包包深度 並不害怕穩定輸出 而是害怕神暴走的運氣一波流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待的工會強度 如果你的能力 是遠超工會其他夥伴的話呢 使用火狗頭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如果今天你的實力 跟大家其實差不多的話 面對同樣等級的對手 火槍手的爆發會讓對面更為忌憚 這也是為什麼在高端局當中 槍手之所以為何和遍佈全場的原因啦 好啦 今天的圖鑑系列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